整隻龍貓在裏面 神經病啊 是神經病的 Hello 歡迎來到安匹朝日遊 又是我 駱駝 還有Misoo BB 她已經不再BB了 還有講一下我最近的近況 我想說很慘很慘 我上個星期日不見了的 不然會搞得很麻煩 我懷疑是被人偷了的銀包 所以大家在年尾或新年的時候 記得小心點 代好自己的財物 今天除了講一下Misoo BB 其實就要跟大家說回 我們在日本帶來了 Potter 和龍貓 Crossover 的驗貨 剛剛才到的 我給大家看看 我連箱都還沒開 這是一個銀包 在日本大受歡迎 現在暫時全線缺貨 我們手上就有兩個 究竟這個袋 漂亮不漂亮 還有大家會不會喜歡 還有它值不值呢 其實我想說是超值超值 為了開Misoo BB 我就會去第二個位置拍攝 讓大家去專心點 觀賞這個這麼漂亮的龍貓袋 好 Go 我手上就已經拿齊了這兩個 Potter 和龍貓的 Crossover 款式 首先講解一下一個系列 這個系列其實有很多袋款 我會展示出來給大家看 你可以看看前面這個螢幕 而我手上就有兩款 一款就是這個銀包 另一款就是這個索繩袋 Crossover 有什麼特別呢 那我們現在立即看看 好 開箱 就是這樣的 最特別的就是這裡 龍貓的肚子和毛毛 就在整個銀包的中間 開了它就是一個這樣的正常方塊的銀包 就是電影龍貓裡面的龍貓的住所 還有什麼呢 第二層 整隻龍貓在裡面 超細心的設計 最後它還有一個Logo 在這裡 是不是很棒 如果你是龍貓的粉絲 我覺得必須要入手 而且它這個是經典的綠色的Potter 本身它就是這個日本製 所以其實買一個都很耐用 它後面也有一個散指格 可以放在散指 它可以放到的卡位其實也很多 有12345678 其實是很實用 Potter的袋其實從來都是實用的 所以為什麼它這麼受歡迎呢 真的有原因 另外就要再介紹最重要的2-way袋 2-way袋都開了 就是這樣的樣子 今次Cossova版就是 又是有這個很舒服的毛毛 很舒服的肚腩 就是龍貓的肚腩 又會看到這三個 這個也是袋 首先我們會看到它是可以這樣拿著 我覺得是一個很漂亮的女士袋 就好像我們平時有時候會看到的水桶袋 很流行的 除了我們可以這樣拿著 另外一個就是可以揹著 就可以正式揹著它了 我稍後會再示範 揹著它的影給大家看一下 Potter袋的細心就是 就是我不用每次都拉一個東西 就可以拿到裡面的東西 是不是很棒 這個圓孔形的 你看到最後 嘩 整隻龍貓在裡面 神經病 是神經病 我們現在在畫面看到的這個龍貓 其實它是個底 即是我們每一次 把東西都放進去的時候 放進去 我們找東西的時候 拿起東西 永遠都會看到一隻龍貓 或是在日本那裡不上不歡迎 一開就賣光了 不知道大家是否喜歡我手上 這些那麼有趣 那麼漂亮的龍貓袋 我今天就介紹這兩個袋 就差不多了 大家就不要走 看看我之後拍的戶外影片 看完剛才的影片 大家不知道會不會很喜歡這兩個袋 不過有沒有機會再買到 我就不得已知 或者大家可以再問一下 多謝大家收看我這條影片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like and share給朋友 告訴我 日本龍貓袋原來是這麼漂亮 多謝大家收看 下條影片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